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昨天发现美元方向不明显 还有调整压力 因此导致其他货币没有方向 看走势便会明白 本来星期一做了显著的升势 星期二做了调整 应该看到美元再次上升 结果没有 美金在早段已经乏力 结果欧元又上升 这比较有趣的问题 既然美元未有新动力 究竟美国的加息预期 是在今星期先炒掉 还是要等20星期 昨天也说过 上年12月 美国是两次美元抽过上升 但以现在的状况 似乎欧元有机会再次反弹 虽然在月头 如果大家记得 似乎榜可能会显著做了上升 但其他欧洲货币似乎影响 因为欧洲问题可能相对比较多 所以会导致欧元跟得不太高 昨天上升也未穿位 当然现在我们看下去 似乎有机会今天是否会穿回 星期一的低高 即是上升到108 如果是这样的话 可能短线会看得比较好 但又不敢看得太多 始终欧元仍然是欧洲问题 欧元会否这些时间做突破 我有点懷疑 日圆 日圆似乎昨天只是一个上落市一 但由星期一及上星期四 做过去104之后 其实是有条件做强些 因为日圆上了114之后 回落不算太多 所以现在会看到113的2.30 已经有个三底 今天看小时日圆似乎有机会做强些 美元对日圆会下跌 所以大家留意 如果穿到113 可以试试追买的跌 我相信 看榜 榜是相对看得比较好些 但似乎今星期 大家知道英国高等法院 对公投的合法性会做个裁决 所以看到榜似乎有一些回软 不过计算数 榜由上个月最低100 周二上升至1.2773 已经升至900多点 接近1000 但近期的调整多了些 所以要看会否再回心些再上升 看看瑞士发浪 瑞士发浪反而做强些 但瑞士发浪反而没有日圆强 但大家要留意 因为他周一二做了一个箱底 看看会否再做多一只脚 才会再反弹 看看澳洲纸 澳洲纸想穿 这是320 很重要 就是74 如果穿到这个价 可能会买澳洲纸 建议 价值又是昨天又再下跌 下跌至132 整体上美金有乏力 但如果看货币 似乎未有大突破迹象 大家要观察 可能今天仍是比较观望 甚至比较居多 详细的价值 放在网站上 今日的报道到此